全部猜到 雙半生打勢搏 全身傷痕累累 讓人看了 觸目驚心 原來這群人日前找工作 在仲介介紹下 決定出國議員掏金夢 沒想到這卻是噩夢的開始 做一般委屈處理 對 比如說打字 來一個月 月薪有四五萬 其實很多人都被騙來這裡 來這裡就是做詐騙 然後就是應援 滿心期待想找新工作 卻意外遭到詐騙 被賣到柬埔寨求助無門 被害人透露 就算想方設法要逃離詐騙園區 也有可能半路被抓回來 再次轉賣 還未打工詐騙頻傳 除了政府部門成立專案小組 全國警方大動員 把握時間救援 也有不少民間團體伸出援手 招呼贖金救迪亞 但是卻有被害人 不願意會來台灣 有人動用關係 就是請台灣這邊協助 但是那兩個台灣人就是 直接在車上就跳車就落跑 不太願意再接這種 求救援的案件這樣 知名作家吳淡如也在臉書分享 之前在柬埔寨遇過無臉按摩者 疑問之下才發現原來對方原本是出租車司機 半路坡上搶劫居然被坡硫酸 只能在荒野中等死 形容當地就像大型屠宰場 近期類似的血淋淋案例不斷登上媒體版面 只能呼籲民眾想出國打工前得更加小心 以免成為下一個受害者 近新聞陽性王誠意採訪報導